2017年的诺贝尔生物学医学奖 颁给了三位美国科学家 他们研究的是控制昼夜节律的分子机制 三位科学家凭借该研究 一共获得了900万瑞典克朗的奖金 约合人民币740万元 其实 本届诺贝尔生物学医学奖研究成果 最接地气的解释就是 不要熬夜 睡觉是我们无法拒绝的事情 能够让我们尽力得到恢复 让头脑保持清醒 并睡眠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睡觉几乎占制了我们人生中三分之一的时间 现在有很多人因为各种原因导致经常熬夜 睡眠时间不足 近几年来 很多人在熬夜的过程当中失去了自己的生命 即使这样 也未能给熬夜的人敲响简钟 熬夜逐渐地成为了现代人的一种习惯 几点睡觉才在熬夜呢 有句老话说 晚上不睡叫好伤阳气 早伤不起叫风沙阳气 几万年的人类活动 造成人对宇宙日夜交替的规律很敏感 人体内有个生物中 是人们遵循自然界的规律 预处而坐 遵循弱而息 中医上认为 体内的各个器官在晚上湿电的时候 偶尔熬夜并不会给身体带来很大的危害 但是长期熬夜的话 就会导致各种健康问题 睡眠时间对比死亡危险率的函数图显示 睡眠时间在6.5小时到7.5小时之间 死亡率最低 少于6.5小时或者高于7.5小时之后 死亡危险率都大大增高 很多人平时熬夜缺觉 到了中午或节假日就猛补 一睡就是一天 早饭和午饭常常在睡梦中被省略掉 缺觉或者是睡多了 其实对身体都不好 尤其是睡眠时间超过9.5小时 或少于4.5小时 死亡危险率直接三倍 接下来就给大家总结了14个熬夜危害 越往后看越可怕 仔细对照一下你总共占了哪几个 此外 视频最后会给大家分享6款养生花茶配方 可以帮助大家更好的减轻熬夜 会对我们身体的摧残 有需要的一定记得看到最后 危害一 熬夜会导致人体生物中紊乱 出现睡眠质量差 多梦一醒 神经衰弱等问题 甚至会引发顽固性失眠疾病 严重的甚至会导致抑郁症的发生 危害二 皮肤受损 皮肤在晚上10点到11点进入保养状态 长时间熬夜 肤色会暗淡和容易长斑 熬夜给我们身体皮肤带来的伤害是不可逆转的 长期熬夜也会让我们的身体内分泌失调 导致皮肤水分和养分严重的流失 也会造成一些皱纹 色斑 痘痘 颜色暗淡五光 黑眼圈加重等各种皮肤问题 危害三就是容易发胖 一个人的睡眠时间少于7个小时的话 会更容易发胖 熬夜本身不会产生多余的卡路里 而使你真正变胖的原因是因为熬夜之后 你皮肤的相关期数失调 刺激你吃更多的食物 摄入过多的热量 这些热量被转化为脂肪 从而使你越来越胖 危害四 记忆力衰退 因为我们长期睡眠不足的话 又会使我们的脑细胞没能得到充分的休息 就会出现头昏脑胀 注意力不集中 反应比较耻顿 健忘以及失眠 记忆力减退等现象 危害五 脱发 经常熬夜的话 会使我们的身体内分泌失调 从而会进阶性地导致脱发 长期熬夜不但会加快脱发速度 扩大脱发面积 而且可能造成毛囊萎缩坏死 产生永久性脱发 危害六 黑眼圈 大眼带紧紧只是对眼睛的表面伤害 更重要的是 长期熬夜 超负荷用眼 党致视力功能性减退 甚至导致白内障 虚瘾等疾病 危害七 损伤肠胃 胃是人体中非常敏感的器官 熬夜对胃的伤害十分大 熬夜的人 多夺了肠胃休息的机会 引起香化酶的分泌规律紊乱 其意导致胃炎和肠胃 香化不良等问题出现 尤其是有些人喜欢在熬夜的时候吃东西 这会加重肠胃的负担 进而导致腹胀 腹痛 食欲不振 便秘等症状 危害八 免疫力降低 免疫力是人体自身防疫机制 在熬夜对身体造成的多种损害中 最常见的就是免疫力下降 长期熬夜导致睡眠不足 过度的脑力劳动等 会影响到免疫系统功能 时间长了身体的抵抗能力就会下降 疾病自然容易长上门 危害九 长期熬夜会让免疫情出现 每分泌失调 进而可能会引发各类妇科疾病 对男性的危害最为严重的 时刻影响精子的质量 数量以及成活力 这会对日后男性的正常生意造成一定的影响 危害时 有发糖尿病 正常情况下 人在睡觉时身体新陈代谢减缓 激素水平会下降到平低的水平 如果不睡觉 身体内一些激素水平就会偏高 如皮质醇、耳茶分岩等 这些激素会引起血糖升高 熬夜还会使人体交感神经病的兴奋 增强人体外周组织对以党宿的抵抗 降低血糖控制水平 导致血糖升高 此外 经常熬夜的人往往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 如深夜加餐 白天酒睡等 这些也会诱发糖尿病 危害时宜 诱发心脑血管疾病 熬夜工作或学习时 人会停留于紧张状态 导致血管收缩异常 血压高于正常值 容易引发或加重高血压疾病 长期的熬夜会有发心脏病 使心脏跳动节律发生紊乱 增加心脏符合 导致各种心脏疾病发作 进而引发猝死的可能 现在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率逐渐增多 且越来越年轻化 长熬夜就是幼阴之一 危害时二 熬夜会严重影响肝脏的健康 急性肝衰竭和心脏猝死一样 也是发病快 症状不明显 后果十分严重的急性病症 产生急性肝衰竭的原因 跟熬夜相关 因为肝脏是人体最大的解毒器官 在晚上11点到凌晨3点之间 是身体进行排毒以及过滤的时间 熬夜使毒素不能正常排出 所以长期机制后体质下降 脏器的自主节律遭到破坏 从而引起肝衰竭 危害时三 熬夜伤肾 伤得还挺厉害 熬夜会使身体长时间处于紧张状态 造成血管收缩异常 容易诱发全身血压及肾内压的持续升高 这些就是诱发高血压 以及肾脏病的高危因素 而且相比每晚睡气到8小时的人 哪些每晚睡眠时间不足5到6小时的人 蛋白尿发生风险明显增加 生功能下降速度更快 危害十四 熬夜是一种致癌物 早在2007年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RC 已经把熬夜导盘定义为RA类致癌因素 和大家熟悉的红肉 滚烫、淫停等因素属于同一个类别 目前发现 经常熬夜能增加风险的癌症类型 包括乳腺癌、肺癌、节肢肠癌、前列腺癌、乙腺癌、肝癌、肝癌、白血病、饼巴瘤、短肠癌等 几乎涵盖了所有癌症类型 不仅如此 还有研究发现 生物中温暖不仅增加患癌概率 还会让癌症变得更恶劣 耐药性更强 患者寿命更短 下面给大家分享六款养生茶 经常熬夜的喝一喝 可以有效减轻熬夜对身体的摧残 一、熬夜养干茶 菊花、菊明子、枸杞、牛蚌根、金银花、茉莉花、桂花 搭配成八可泡喝 适合经常熬夜玩手机、追剧、看电子书 熬夜后口臭、上火长痘、干火烧眼的人 二、桑胜玫瑰花茶 准备桑胜、玫瑰花、红枣、板核、茯苓 搭配成八可泡喝 如果经常熬夜 容易脸色暗沉、粗糙、无光泽 工作时可以经常喝 不寒不灶 适合一年四季 三、浮宫英玫瑰茶 准备浮宫英根、玫瑰花、茯苓 橘皮、红枣、太橘、桑胜、干草 搭配成八可泡喝 适合工作、学习和生活压力大 需要经常熬夜 情绪经常不好 爱生气、喜欢生嫩气 心事多的人 特别是家庭压力大 经常要教熊孩子写作业的宝妈 经常喝一喝 可以给心肝舒缓一下压力 四、人参桂圆红枣茶 准备人参、桂圆、红枣、朵器、太橘、玫瑰花 搭配成15克泡喝 适合经常熬夜 工作劳累 身体越来越虚弱 气色越来越差 姨妈也受到熬夜影响的女生 五、酒为印尼茶 准备吃小豆、印尼、千石、红豆、橘皮、枝子、大麦、苦桥、甘草 搭配成八可泡喝 适合经常熬夜 容易是气重 老是觉得睡不够 浑身没力气 总是有脚沉沉的感觉的人 六、胖大海橘红茶 准备胖大海 罗汉果、橘红、橘花、甘草、枝子、薄荷、金银花 搭配成五可泡喝 适合熬夜起来总是觉得嗓子干哑 不舒服 有时候还有嗓子疼 特别是晚上孕头抽烟喝酒 说话太多 早上起来感觉有痰 干燥 很口渴的人 除了喝茶之外 经常熬夜的人还可以用爱调爱酒 经常熬夜身体虚弱 湿气重 用爱调酒15到20分钟 促进血液循环 当然最好的养生 还是早点睡觉不熬夜 当您认真看完这条视频 请分享给您的家人和朋友 把健康带给更多的人 感谢您观看我的视频 智慧养生 我是老张 祝大家都健健康康 活力满满 下期我们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